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Elyssa 好 其实 它不是只为特别的需要的人 它也是有设计价格的 其实它的衣服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穿 所以它有帮提让人 是设计他们的衣服这样子 然后你还去读是吗 我现在在柬埔寨 现在要读哪一个 社交技术 好 这是在哪间学校呢 设计价格的学校 好 那边很漂亮 尖叫 去年我刚去过 我去那边演讲 我只要在那边读书了 不得演讲 他公议的 你在那里读书 对 我刚刚最近在那里演讲 如果你在柬埔寨在柬埔寨 你会在柬埔寨 不不不 三 二 一 那你是因为自己受过伤 坐过轮椅 所以才想到说要为提让者设计衣服吗 其实不是 在我的设计研对 也是我的年最后年的时候 一位医生来问我 可以 不可以做衣服给他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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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多数都是老人家 还有是 呃 呃 做完了那个委屈的工作 我就打开眼界了 他是八十多岁的公公 对吗 他的问题是 他的用人帮他穿衣服的时候 需要把那个手拉出来 每一次都会变成伤 就像这件裤子 两边打开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穿 对 如果能真的保护自己的设计 那是最好的 对 但是如果人家有需要 如果有多一点人可以这样做 也是好事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更多需要的 好舒服 好 卖了 这件是男生的 这个是 磁铁的 对 所以这个是UV灯 那个硬化会变颜色 如果太阳很强就会更好 如果一个女生不能穿裙子 因为那个拉链在后面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没有逻辑 就是你不用从后面了嘛 你就前面这样拉 那就打开了 那时候我就真的问自己 what does well and well mean yeah I decided that well and well will mean that if you have the will to live a good life then we will make it well for you 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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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加坡我们知道吗 搞艺术或者搞设计 尤其是时装设计 我觉得这一行业其实很 没有这么慈祥 说真的 对 所以你怎么维持呢 真的做设计真的是很难维持 可是我们幸好 我们Well and Well 就有点不同的事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进入健康 你有一个专门 对 所以我们可以 与很多不同人 我们与伴随着 长官商业 我们可以与新加坡 我们可以与孩子 对吗 还有幼稚 其实我们也有与伴随着 因为那是当地的保护者 对吗 对 所以其实 我们已经在一个好处 这个疫情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起初有 一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那个影响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全部的活动都禁止了 可是幸好 我们那时候也是 有人一直叫我们 教他们怎么做口罩 哦 所以在疫情前 我们就开始教人家 怎么做口罩 还有 后来我们就开始做口罩来卖 所以这真的帮助了 现在 Face 2了 我们也是可以 重新我们的工作室了 对 我们有一个工作室叫 Soul Simple 我们教人家我们的行程 我们教他们 设计思考 怎么进行 他们的问题 还有教他们的 技术技术 就是怎么样用 组织机器 怎么手组织这些 这种创意思考的班 是很多高端学服里面 我们所开的课程 有没有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有收费的 有收费的 应运单位 这个还是 对 你可以去学吗 你会裁缝吗 不会 你应该去学 然后你全部的裙子 都有口罩了 好 所以现在 现在我做 社交媒体 主席 我帮助他们 跟他们的 Instagram 所以我做 设计 或 也帮助他们 跟其他的 其他东西 像 设计 设计 她不是 一位 老师 我感觉 她没有 合选择 她 最多的 时 她感觉 像个朋友 比较老师 然后 在 骑一 家人的 家人 逃到 家人 然后 Elyssa 邀送食物 到家 和家人 所以那是很棒的 我曾在这里有两年 在 Win & Well,我担任了几件事 包括设计和设计 和社交媒体系统 作为人,Elisa是非常真正的 严重 而非只有遇计作为朋友 和家庭人,但是到了老板 她常常在想 想怎么回事 亦能帮役设计 而让 nebenати 最后让你感动的事是什么 在整个过程 Rocket 我有远都会记得 bounce 每次那个客户 就是他们穿的这件衣服 真的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方便 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件衣服 我一直在设计 我真的不能一百%了解 他们的感受如何 可是当我听到他们 给这些讯息和留言的时候 我认为我做到最好的 虽然我完全完全不理解 至少我认为这件衣服得很好 我觉得你最特别的一点是 即使当你在很认真的帮别人 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非常地厉害 你还是不觉得说 我有办法百分之百体会 对方所承受的困难 这些辛苦的地方 我觉得这只接触 我觉得如果要继续这样设计 你是要先认识 那你真的不可以理解他们 一百% 回想回去 如果你没有走向时装设计的话 对 你会选择做些什么 感觉应该还是会跟服务社会有关 会吗 其实我小的时候 真的很想要做一个设计设计 好 对 要不然就是做一个八六物责 老了就做老师 还是就是有传承 有教育的 对 意义在的工作 对 我整个家里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在社会的地方 对 很奇怪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现在我的父亲是个牧师 还有我的母亲是在社会工作的 然后我的妹妹是个 最小妹妹的关系 她的关系是在孩子有特别的需要 你们全家人都很投入社会服务 对 对 很有趣的 最后都 我觉得他们国家应该办一个奖 给她全家 对不对 全家表扬一下 对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么小 那时候才十八岁这样子 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其他同年龄的人 很不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从小打球 就是竞争游戏 还有竞争游戏的时候 就教授我们了解 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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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很重要 就是运动员 舞蹈员的好处就是这样 对 你从小就经历过这种磨练 是操练 操练 很有纪律 对 你自己受伤的经验 对 你在各种不同的活动当中 你所学习到的这一些坚韧不拔的精神 成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些 对 对 我们也期待 那接下来你会有更多了不起的作品 对 希望 祝你好运 谢谢 加油 石恩自认从小到大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小孩 父母觉得说书念的不好可以做别的 毕竟学校成绩不是生命的全部 在本地当服装设计师确实不容易 但是能够改善别人的生活 肯定比单纯设计服装更有满足感吧 石恩说最近都在思考智慧的定义 智慧就是找到生命的重心 并把它牢牢抓住 即使过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又怎样